确实比较差 他是这样评论 因此呢 对着老对手呢 所以才格外的认真一些 才有激情 哎呦 好像有自由球 但是加赛的话 不一定打得进了 哎呦漂亮 哎呀 挡住了 还有没有的打 还有的打 还有 这个角度不好 打咖啡的话 被三分挡住 走黄球呢 没问题 黄球可以走 还是打咖啡 其实黄球就简单了 这个球 黄球这样的下来 黄球这样下来 黄球这样下来简单一些 从这里下 多拉一点点 就会让我打算 两分钟 一分钟 一分钟 就会让我打算 角度刚好 这可以直接拉下来叫黑球右边的红球 走左边 哎呦干下低了 这导播放回放镜头放错了 那说他放错了他马上又补充一个 搞翻代 小伙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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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个传球应该是没有的 这样容易打 哎呦 又有一只长银 比赛其实专注都有的都会专注的 奥萨利文不一样 奥萨利文是凭心情打球 跟其他球员不同 哎呦 好惨 同情弱者了 晒出来 哎呦 差一点点 这一根打的比较随意一些 看中带 这个这种上来就是怕中带 70 哎呦 还在攻啊 哦 跑了 订阅 小伙伴 17 謝謝 這根要打喉嚨包才行 喔 包都沒看見 有點難 好 四向右邊了一些 威廉姆斯他自己打這個球感覺就比較明顯 我又沒打到兩桿了 天啊 這肯定要擺回去了 第二次裁判要警告 再打不中就要輸 因為威廉姆斯選擇這顆球 一定要打很薄才行 警察跑著回來 好 別准下了啊 哦 母球摔袋啊 換了 換了 燒了 好 實際上這一根摔袋呢是比較好的結局 哦 奧薩利文字一根真的是 夠黑 謝謝 又要保邊 又沒保到 是我 擺回去 擺回去 啊 厚了要卖球 没辙 这个奥萨利文的防守做得太好了 不会又打不中吧 好球漂亮 你又要打很薄 这一杆如果从这里跑的话 要打很薄 打厚一点的话 两枯回来就要装这个 打厚的话就变成 到这儿 没打那个跑 直接开弓了 哎哟 破釜成舟了 这一下是 逼得太狠 所以说做人真的是要留一线 多整个人 再一次 然后再次 这次是 来 实际上打球呢 对选手心理打击很大 就是你做了一杆很好的防守 对手没得跑了 逼着他拼 谁知道他一拼近了 这就是对自己心理打击最大 没搞好 中弹还有打打还好 中弹还有打 苍蝇很讨厌很讨厌 本来威廉姆斯节奏也被打乱了 讨厌的苍蝇 裁判干掉他变了 无名分的浪漫你说啥 塞尔比考虑六分多钟他都不为所动 那是你只看见了这一场 还有一场是塞尔比考虑的一分多钟 然后该奥塞尔文上场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场就不走 然后呢 那个奥塞尔文该是奥塞尔文上场了 奥塞尔文上场之后呢 也也是故意描了两下 然后起身 然后去喝水 喝完水再来 四十七 好 五十七 四十五 五十七 老闆,这一根钥匙单杆逆转的话,就真不错了 这个球碗到底来说没什么问题了 哦,走多了 再走多一点,还好办一些 现在得发力 吃灯,哇,强晒 过,好的过了,过篮球就好球 老马都不够 好的,过来了 这个球只要一过滤球就没有问题 好,打咖啡球超分 不过可惜的是呢,这一根没有过百 不叫位啊,就来准度,就来准度 哎呀呀 五分点 五分点 中带都不要 这一局就是硬核力转 哎呦 干法来了,解气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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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